张时宜交往薄熙来 与高官往来赚32亿 中国知名隐形张时宜 金船卷入薄熙来案 已被中国官方调查组问话 并禁止出境 总部社弹美国的 薄讯新闻网报导 张时宜透过 重庆前市委书记 薄熙来的金主 徐明安排 和薄熙来见面最少10次 第一次见面的酬金 高达台并约4600万元 薄讯新闻网报导 徐明在2007年 首次与张时宜见面 见面后 自证台并约2760万元酬金 后来徐明安排 张时宜陪伴薄熙来 会面的地点 都在北京徐明的私人会所 总计从2007年到2011年 张时宜最少陪伴薄熙来10次 获得台并约8.2亿元酬金 报导指出 张时宜在中国 已和高官级富人往来 赚取金钱、珠宝和房地产文明 过去10年来 张时宜已经赚进最少32亿台币 而且都没缴税 苹果昨天多次向张时宜经纪人求证 但始终无法取得联系 东新闻综合报导